第二卷,帝国龙脉,第五十章,孙承宗修灵河城,皇太集困祖大寿,要说崇祯皇帝,运气实在是太差了,自打坐上龙椅那天起,就一直没有清闲过,刚上台那阵子,卯足了晋和魏忠贤斗智斗勇,好不容易把燕党给干掉了,结果大金国又开始添堵,在关外蠢蠢欲动,崇祯连安稳觉都没睡上, 赶紧又忙着去对付大金国,好在是最后请出了袁崇焕,终于稳定了关外的局势,不承想,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,大金国还没怎么样,袁毒师却稀里糊涂地先被搞死了,这让崇祯很是郁闷,更让崇祯挠头的是,他发现自己无论交代什么事,往往都很难做成,瞅来瞅去,终于发现问题了, 原来自己手底下的这帮大臣每天不干别的,都在忙着同一件事,那就是吵架,今天你告我,明天我告你,当年的朝廷党争,多少还能分出个东邻党和燕党,带头的是杨莲和魏忠贤, 如今可好,无组织,无纪律,不管官大官小,谁都敢拉帮结伙,逮谁骂谁,正是没人干,朝廷根本就不像个样子,气得崇祯天天都吃不下饭,急得焦头烂额,日子越过越憋屈, 再说黄太极,日子过得可比崇祯要舒坦多了,自打从关内返回沈阳后,除了处理日常的政务,每天都忙着接待蒙古各部派来的朝败者,绕到蒙古,骑袭京城,这一仗打得漂亮, 让那些蒙古各部也从中看到了苗头,对大经国更加依附,忙着送礼表忠心,黄太极对他们也格外礼遇,天天设圣宴款贷, 凡进贡物品都是象征性的留下一些,大部分都袁术返回,而且另有所赐,蒙古各部与大经国俨然已经融为了一体, 袁崇幻死后不久,黄太极就接到了密报,得知孙成宗已经接替了袁崇幻的位置,成了纪辽总督, 对于孙成宗,黄太极并不陌生,也打过几回交道,知道此人非同一般,与袁崇幻相比,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,丝毫不敢大意, 孙成宗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,不干别的,就是开始砌墙,修筑大小零和二城, 说起来,这两座城,可是孙成宗的一块心病,早在他最初出任辽东经略之时, 就曾经下令修筑过这二城,后来燕党高地接任,胡整一气,进气关外要塞,退守山海关,这里也就被废弃了, 再后来,袁崇幻来了,和他老师孙成宗一样,又揭察开始砌墙,砌到一半时, 黄太极察觉出苗头不对,及时出兵,又把这两座城给摧毁了,打乱了袁崇幻的部署, 如今,听闻孙成宗又跑回来砌墙来了,黄太极可有点坐不住了, 对于孙成宗,黄太极可谓是知根知底,早在数年前,这老头就是用这招,先是稳固了山海关, 然后恢复了宁远,接着稳固了宁远,又恢复了锦州, 到如今,又开始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修筑大小灵和二城, 肯定是想先稳固锦州,接着再收复广宁了, 真要是按他这个打法,下一步就是稳固沈阳,恢复赫图阿拉, 直接就把大金国赶进昭苏太子河了, 事情紧急,刻不容缓,黄太极赶紧召来群臣商议, 大火到齐后,黄太极扫了一眼众人,点头道, 各位,估计大家也都听说了,孙成宗又回来了, 现在正在修筑大小灵和二城,又在搞他那步步为营, 逐渐恢复的老一套,据哨探传回的消息, 修成的人马正是祖大寿部, 今天赵各位前来,就是共同商议商议,我们该如何对待? 说托不以为然,笑道, 汉王一万多人,两座小城,有什么大不了的? 他要是想修就让他修,管他干嘛? 戴扇摇了摇头,话不能这么说。 孙成宗这个人不可小觑,此人老谋深算,足智多谋, 此举一是在于向前推进,二是在于窥视我君。 如果真让他们修筑完毕,就等于让明君向前推进了五十里, 万一他们以此地为中心,大搞屯田,屏蔽锦州,恢复广宁, 咱们面前就会出现两座雄关,一道防线,这仗以后可就不太好打了。 黄太极极为赞赏地点了点头,大贝勒所言极势,本王也是担心于此。 孙成宗既然派来祖大寿修成,肯定做好了充分准备。 硬刀硬枪地去找,咱们八旗军和关宁铁旗的战力可以说是不相上下, 这样恐怕会损失惨重。 所以如何打,我们还要从长计议。 范文成察言观色,见众人都不说话了, 起身站了起来,向黄太极身失一礼道, 回汉王,明君长于守城,我们长于野战。 强行攻城并不是上策,之前明远和锦州的势力就是教训。 臣以为,莫不如此次改功为为,为上他一年半载, 活活将祖大寿他们困死城中,如有机会或许可以收响此人。 为,怎么个违法? 众人有些不解。 围城跪在出骑兵,否则,一旦被对方识破, 就会在包围圈还未形成之时被对方突围而去。 我们此次出征,依然是声东击西,先奔蒙古, 与蒙古各部会于辽河,造成突袭京师之假象, 然后大军静之南下,出其不意,包围大灵河。 范文成说话铿锵有力,质地有声, 说得句句在理,众人无不探服。 黄太极听后点了点头,朗声道, 德格类,努尔哈赤地使子, 蒙古尔泰的弟弟,听令, 臣弟在。 本王命你为主将,阿几格, 月托为副将,率两万人马, 会同蒙古科尔沁部即可出发, 先奔益州,然后直插锦州与大灵河之间, 切断大灵河与锦州的联系, 从西面包围大灵河。 本王与大贝勒,三贝勒令帅大军, 奔广宁大道,从正面包围大灵河。 八月六日,两路大军相会于大小灵河城下, 安夏这边如何点兵出征暂且不表, 但说明军已放。 祖大寿与何可刚亲帅一万五千精兵, 到了大灵河,正直盛下, 天气门热难当。 就这天气,树荫底下坐着都冒汗, 更别说顶着太阳干体力活了, 其中辛苦可想而知。 可是当兵的有什么办法, 上头有命令,就得硬着头皮上。 城墙休了没几天, 祖大寿突然接到密报, 得知皇太极帅数万大军连夜离开都城, 直奔就辽河, 又朝着蒙古的方向下去了。 祖大寿一听,吃惊不小, 唯恐皇太极再像上回一样, 来一次骑袭京师, 赶紧派人把消息报告给了总督孙成宗。 孙成宗得到消息后, 也不敢怠慢, 急忙颁令燕北极宣州大同一带长城守将, 一定要严加防范, 提防金兵来犯。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, 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震动。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, 皇太极这回并没有奔袭京城, 绕了个大圈子后, 竟然从旧辽河徽师南下, 就在八月六日当晚, 六万大军悄悄地将大陵河给围住了, 离三层, 外三层, 围得犹如铁桶一般。 次日一大早, 大陵河守城的明军士兵发现城下旗帜烈烈飘扬, 营房绵延相连, 还以为看花了眼, 等到看清是八旗兵后, 差一点把活都吓飞了, 赶紧通兵总兵祖大寿。 祖大寿和和可刚文训, 连早饭都顾不上吃, 赶紧上到城楼上, 站在城头往下一看, 也是暗暗吃惊, 没想到八旗兵神出鬼没, 声动击息, 竟然把这里给围上了, 这才意识到又上了皇太极的当。 和可刚气的一拳砸在城墙上, 骂道, 好一个女真达子, 又把我们给骗了, 咱们这回又上当了。 祖大寿眉头紧锁, 一言未发, 心里说道, 正所谓来者不善, 善者不来, 看样子, 皇太极这回是要来争格的了,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了。 当即赶紧下令, 抢修上尉郡公的北墙头, 并在城头上布置红衣大炮, 准备迎战。 皇太极的迎战内, 众人无不欢喜。 皇太极笑道, 圆蛮子气数已尽, 赵绿教也早已战亡, 明军可战之人, 屈之可数。 此次如果除掉祖大寿, 灭了和可刚, 我看崇祯还有什么可以依仗的。 范文成道, 汉王睿智, 所向披靡。 虽说我军人多势众, 但也不可轻敌。 尤其是青天监国师府的那些奇人异士, 各个神出鬼没, 手段非常, 切不可掉以轻心。 蒙古尔泰不以为然, 轻蔑地笑了笑, 文成先生, 要我看, 你这话有点严重了吧? 那些鸟人能掀起多大的风浪? 难道他们是铁打铜柱, 不是爹生娘养的? 我就不信, 他们能长翅膀从城里飞出来。 范文成不卑不亢的反唇相击道, 回贝勒爷, 我只是发表我的个人意见, 至于那些人有什么法术, 你也不知, 我也不知。 不过, 不久前, 我们突袭经诗时, 魏宝山和国国萨满以个人之能, 驻十万大军悄然远端一事, 想必贝勒爷还没有忘记吧? 玄学艺术不能以常理夺智。 不知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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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